好吃去奶兒 今天再和大家去E&O 為何要再去? 逢星期三它有Ladies Night 所有食物和飲品半價 當然要去試一下 它包括三間餐廳 這間就是Palmcourt 中間這間就是Yava Tree 最後連酒吧都有 無論食和飲品都是半價 我就以為它是三間餐廳 原來它三間餐廳是連著的 我們在Palmcourt的入口 進來穿過去 一間門就來到這間 中間它們定位為Find Dining的Yava Tree 接著這間門再走過去 就是Fagua 它的酒吧 來到這間餐廳 就建議大家早點來 出去看看它的海景 它外面也有露天的座位 都可以坐的 不怕熱都會鑽進去 那問我們就很幸運 來之前下了少許雨 竟然讓我們看看Double Rainbow 這個環境是不包的 不保證你每次來到都有 看看你好不幸運 今天我們非常幸運 下了少許雨天氣又好 剛剛來到的時候沒有雨 就剛剛出去拍了這個美景 我們在這裡也搞了一個小時 回到正題 看看他們的餐牌 這個就是酒吧的小食餐牌 它這裡很搞笑的 這個地方可以吃完三個餐廳的東西 這個餐牌就是Palmcourt的 應該你當它是酒店裡的大堂cafe 有湯、三文治、西餐、炒粉麵、沙律 這樣可以讓你點一下 其實它真的很包羅萬 有什麼都有些 Yava Tree 其實它的定位是一個fine dining 老實說 它的菜式fine dining來說 確實是很少東西 和我網上看到 這樣 和這樣 是很有差距的 接著就去到它的甜品 Dyana是有三樣東西的 其中有一款是水果 一款是雪糕店 和我上網看到是這樣 是有些差距的 不過我也明白 可能疫情的關係 不敢做這麼多食物都很正常的 接著就要看看它的飲品 如果你喝酒 就確實是很划算 無論它的杯裝和支裝 它也是有半價的 而且是不需要加一的 以我們喜歡喝的 New Zealand的Song Film Blanc為例 半價之後 和我去超市買差不多 所以是很划算的 你看看 我真的很認真幫大家 去看看菜單 很認真地去研究一下 而環境 和我們網上看到 其實又差不多 這方面 我們覺得也很滿意 可能我們早來 就不太多人 好了 就真的看看它的食物 結果我們就叫了一瓶白酒 好 畢竟都是西餐 所以一來到 都有一個免費的麵包 給你 這個麵包 也做得挺有情意的 摸上去 麵包是暖的 最讚是這個牛油 它由器皿到牛油 自己都是冷的 出來 那個盒子是有霧氣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方面 做得非常細心 撕開麵包 你也會發現 它不是軟軟軟鬆飄飄的麵包 是有質感的麵包 我相信應該是它自己做自己焗的 外面吹裡邊軟 不錯 以我吃到這麼多年麵包的經驗 我都覺得它是合格的 可惜就是它不夠熱 如果它的麵包有少少辣手 就更好了 但是 被我們捉到它一個問題 竟然把刀是這麼髒的 如果你說一家五星級酒店的fine dining 出現這些問題 我就覺得不可以接受了 雖然它有馬上幫我們換 不過它沒有覺得很驚訝 很不好意思 結果我們點了一個漢堡包 三款的小食 還有我點了一個洋蔥湯 好了 那洋蔥湯呢 看上去就真的發色洋蔥湯 我很怕吃到一些忌廉的洋蔥湯 不過上來 唯一差一點就是它的麵包不夠脆 正常的洋蔥湯上面 應該做到脆 芝士是更多的 但是吃下去 它的味道 它的湯底也是有的 洋蔥的香味也是有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洋蔥湯也是合格的 然後呢 另一個小食就是這個炸饅頭鴨絲 它有點奇怪 但是鴨絲也不會太乾 但是饅頭炸得過了一點 雖然不油 但是就變得好像很乾乾 反而這個 Black Hat我就覺得挺喜歡 是一個地道的小食 外面有一個脆的兜兜 裡面有酸酸甜甜的菜絲 有一點蟹子在上面 這個我真的有點完再點的 接著就是這個薯片 加魚子醬酸忌廉 如果20元再半價了 10元來的 有這麼大的魚子醬給你呢 其實我覺得都算收貨 它的薯片也不是倒出來的 我相信它的薯片是自己做的 但是呢 我就覺得因為這個醬太奶油的關係 所以你點過這麼薄的薯片就差一點 如果是呢 我下次就會點薯條去點這個酸忌廉 我就覺得很值得了 好了 我們接下來就試一個唯一點的主菜 就是漢堡包了 這個漢堡包來到也挺驚喜的 因為大過小米的頭 而且它的薯條也是很讚的 因為它是粗薯條之餘 炸得夠脆 裡面也是軟軟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薯條是非常合格 我會再點的 而這個包本身的話呢 它夠漢堡扒 做得夠厚 唯一我認識是煎焦了少許 過焦了少許 但是它的包是很值得讚的 因為我們吃到最後 這個包也沒有說 好像外面有很多漢堡包 就算是很名牌的那些 吃到最後它的包會濕軟 是沒有辦法吃的 吃到最後它的包也是乾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漢堡包 25元是非常值得推薦和很讚的 這個薯條當然要有醬 它這裏的醬非常有誠意 來自這間的澳洲廠 每一瓶都是獨立包裝 全身 我覺得衛生程度就非常之好 我們試了一個甜辣醬 什麼都不錯 可以的 又到食後評分 給大家一個參考 食物方面我們覺得有7分 味道是好的 不過你說很精彩 或者你去到五星級的西餐 我們就覺得又好像未去到 所以7分 而環境和服務都各有9分 環境地理已經佔了優勢 所以你走出一個無敵海境 就已經贏了 而它剛剛做完一個翻身 所以它的裝修裡面也是漂亮的 而服務呢 可能那天比較忙的關係 但是也沒有覺得是不周到的 所以都可以拿到9分 而回頭到都會有7分 9分也可以吃一下 最後看完張單 就是170個大洋 其實都非常之划算 我們開了一瓶酒 最後點了4個小食 1個湯和1個漢堡包 如果要長期做半價 回頭到立即變成8分 小米宇花花 如果你也喜歡我們的頻道 就分享、讚好和訂閱我們吧